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海洋之窗 台湾海洋向前行 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是 荒野保护协会的海洋守护专员 胡介生 胡先生 在这一节呢 他要为我们讲 海漂垃圾的异国结盟 我们现在请我们的胡专员为我们说明 好的 那其实大家都知道全世界有各种不同的洋流的系统 那一旦废弃物进入这些洋流系统以后 就会开始到处去旅行 甚至他旅行的距离会有点超过我们的想象 那我这边就有带来一些蛮特别的垃圾 首先从看我们台湾剪到就有些相当特别的 像我这边有一个打火机 那其实我们一开始没办法辨识上面的文字 后来问了一些朋友 原来上面写的是德文 这是一个德国租汽车公司的打火机 那还有说如果你要租大客车跟小客车 你可以拨打上面的电话 那这是我们在台中捡到的 那打火机其实相当有趣 在之前其实就是飞安比较重视的时候 打火机是禁止上水深行李跟甚至拖运行李都不行的 所以他很有可能不是德国人坐飞机带来的 而是顺着洋流飘到我们台中的 那甚至还有这个比较近一点的 是我们菲律宾制造的打火机 然后也是在台湾被捡到 那刚刚也有给大家看说 就是台湾飘到就是5000公里外的中途岛的打火机 那台湾还会常常捡到一些 像是这样子蓝色的浮球 那据我们所知是台湾的渔民 并不会使用这样子的浮球 那上面其实有透露它的产地 是中国大陆的浙江温州 那这个通常是一些流翅网 或者是底翅网上面所使用的浮球 那在台湾也常常被捡到 那甚至在日本他们蛮重视这个问题的 因为这个材质是PVC 那它里面会加重金属签当作稳定剂 那签的含量可能高达2000ppm 所以这个可能会渗入在海洋环境之中 还有一些台湾捡到的像 这是在宜兰捡到的一个保养品 它其实不知道它漂流了多久 不过如果你打开来的话 里面的那个保养品还是 那个面霜还是相当的香 像新的一样 不过我出去推广也没有人敢 真的插在脸上 所以保养品里面会不会有很多的防腐剂啊 也是有可能的 不过它这个包装虽然是不错 都漂流了很久 都还是里面像新的一样 那这个不管在台湾或者是在日本都会捡到 这是我在日本的三重线所捡到的 但是其实它是中国大陆的一个矿泉水的瓶子 那上面其实还有印我们台湾的明星 对 那我们其实也相当在意 特别是金门、马祖跟澎湖的 我们的就是参加淨滩的朋友 其实经常捡到很大量的 中国大陆漂来的宝特瓶 那我们也知道金门跟马祖 其实也是针对着大陆的一些重大的河川的河口 那他们也发现其实 在台湾宝特瓶是可以回收妥善 可以制作成很多的产品 像是宝特瓶的瓶身可以再做成 衣服啊或者是地毯啊 那瓶盖也可以做成不同的产品 可是如果那个回收机制不是很好的话 其实可能它因为里面有空气很轻 就可以漂流很长的距离 那甚至我们了解到 宝特瓶它的瓶身 它的材质是PET 那它是比水要重的 所以如果你把瓶盖打开来的话 瓶身其实是会沉在海底 那瓶盖是PP是5号 5号的塑脚 它就会浮起来的 所以这也显示说 其实大部分我们静态能捡到的宝特瓶 都是因为它盖着盖着 所以可以漂流很长的距离 要是盖着解开的话 其实它只要一下子就可以沉到海底 那基本上很难清理的 除非潜水下去才有可能把它倒拉上来 那全世界的 这些废弃物的旅行呢 那科学家也慢慢的开始研究 那各位可能有听过什么 塑胶浓汤啊 或者是垃圾聚集在海上 形成垃圾新大陆啊 那其实并没有真的 我觉得垃圾新大陆跟海洋浓汤 并不是一个比较贴切的形容词啦 因为科学家发现 其实比较可能的事情是 就是世界上的各个洋流的中间呢 因为洋流是不断的旋转跟循环嘛 那在洋流的系统的中间 洋流比较弱的地方 可能就会有漂浮的塑胶的聚集 但是那个浓度其实是 都是碎片 可能一平方公里 也许只有两公斤 也就是两千公克的塑胶 所以跟海岸上 或者是海底的塑胶浓度 比起来那个是低很多的 所以科学家最近开始用一个名词 叫做海上的雾霾 来形容这个塑胶的浓度 并不是真的有一个陆地 可以搬上去居住 或者是真的一个 非常浓的塑胶浓汤 而比较像是 就是无数的塑胶的碎片 然后累积在海中的特定的区域 像是北太平洋的中间 中途岛跟夏威夷附近 或者是北大西洋的中间这样子 随着因为洋流的漂移呢 所以其实也让海洋垃圾这个问题 其实更需要跨国的解决 所以不管是在联合国 或者是在像是APEC 或者是G7 这些跨国的组织 他们也渐渐开始讨论说 塑胶污染 甚至是塑胶跨国漂流的问题 那我们最近有参与一些国际的会议 去发现其实像是日本海啸的时候 三一海啸产生了很多废弃物 经过一年两年的时间冲击到了夏威夷 然后阿拉斯加加拿大 甚至是美国的加州 美国西岸 那日本政府呢其实也相当的有心 他们愿意负起这个垃圾清理的责任 所以那我们最近参加一个会议就是 日本政府花了九十多万美金 然后补助阿拉斯加的一个NGO 去清理这些日本海啸的漂流的垃圾 那清理的成果也相当的惊人 甚至日本政府 看来日本NGO也是抱持着一个 算是一个缅怀的一个心情吧 所以他们会去辨识说 这些垃圾上面是不是还可以找得到一些 拥有者的一些痕迹 可能是写着名字的渔船 或者是一些写的地址 或者是门牌号码 他们会想办法把这些物品寄回去日本 然后看可不可以找得到 那个原本的拥有者 甚至是他的亲属 这样子 那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 就是因为一个灾难 然后产生垃圾 可是大家是用一个比较积极 然后的方式去处理 那清理这些垃圾的人 他们也不是站在一个 就是要追究责任 或者是要去请对方负责 是他们是站在一个互相沟通 跟合作的管道 然后去了解说 原来日本产生垃圾 然后飘了到阿拉斯加 或者是美加地区 然后再把它清扫干净 或者是把一些遗物 再送回去日本 那这张图片很特别的是 就是一条小鱼 它应该是那个鸿竿的小鱼 那是那个就是一个海洋学者 他在大海上钓起来 他本来要打算把这条鱼吃掉 如果没想到从它的胃里面竟然解剖出来 十几二十片的微小的塑胶的碎片 那这个问题其实在海上是 最近才被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 就是很多鱼的胃里面 要是他们生活的环境 正好是这个塑胶雾霾的中央的话 他们如果是吃浮游生活为主的鱼类 经常会胃里面会有很多的塑胶的碎片 那的确摄入就是物食 是影响海洋生物的最主要的其中一项原因 那另外一个呢 是如果这些垃圾它不是碎片 而是比较大的话呢 它对生物的影响可能是另一个层面 除了物食之外呢 其实海洋废弃物对海洋生物的缠绕现象 是另外一个很值得关注的 包含像是海豹啊 海龟或者是鲸豚类的海洋哺乳类这些动物 其实要是他们遇到鱼网鱼线 很可能就缠在他们的身体 那因为他们没有像人类这么灵巧的手指 可以把绳索给解开 或者是刀子的工具 所以他们就会产生像这样子 就是这些绳索不停地在 就是缠到在他们的身上 听胡专员讲的海洋垃圾 发现它不是只有一个垃圾 它绝对不是我们想象的废弃物 或者是有一些对环境的伤害 它简直是一个无所不在的 跨领域的 跨行业的 跨生活 跨物种的东西 不知道现在像在你们这种NGO 或者是学术界或者产业界 他们是怎么来看这个问题 的确 这个海洋废气物 我们从最基本的海洋学 包括海洋的物理或者是海洋的化学 其实我们可以延伸到废气物的管理 这些废气物如果主要都是塑胶的话 从塑胶的高分子的化学 一直到塑胶的这些分解性 或者是塑胶跟生物相关的一些互动 甚至到影响到整个石化的这些产业 所以光是学术就跨了很多门的不同的学问 如果再延伸到我们使用者的消费者的购买的习惯 或者是丢弃的这些消费的行为 丢弃处理垃圾废的态度 还有到管理领域就是政策或者是法规的研拟 还有我们工部门的一些角色 其实它其实是相当的跨领域 然后跨知识领域跟跨地理领域 还跨政府管理的这个领域 我们觉得很有趣的是 国际上其实在从学术界来看的话 越来越多相关海洋废弃物的研究被发表出来了 最近有一个分析是 在大概60年代跟70年代 其实还没有任何关于海洋废弃物的学术期刊 或者是论文被发表 可是在最近这十年内 每年大概会有这十年内 已经累积有500篇的学术论文 关于海洋废弃物的被发表 越来越集中在塑胶 海洋塑胶或者是塑胶污染这样子 那我们也发现 其实整个海洋学界呢 有时候生态可以研究的样本越来越少 把很多鱼类啊或者是稀有的生物 它可能越来越稀少 但是有一个东西是越来越多的 就是塑胶的垃圾 所以其实很多年轻的海洋学者 他其实已经开始投入所谓海洋塑胶的研究 那我觉得还有几个优点啊 就是他其实如果是做海岸上的塑胶垃圾研究 他其实采样的成本非常的低 那些东西他也不会乱跑 他不像可能是鱼啊或螃蟹啊 还会躲在洞穴里面不让你抓出来 但是塑胶基本上就乖乖躺在那边 那我们可以去做过一些调查跟分析去厘清 这些从污染的角度来看 它们在环境之中的分布 甚至它们可能的来源 或者是对生物的影响 所以我们希望 其实包含年轻的朋友 年轻的学生 或者是学者 可以一起来投入 那我相信这个领域 从学术的角度来看 它会是越来越热门的 那也是希望越多人的投入 也可以让我们的环境得到 更有效的改善这样子 这一节剩下一分多而已啊 我可不可以问一个 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想过的问题啊 就是这些垃圾 有没有人去研究 如何去分解它 或者什么东西可以去分解它 而不一定要我们去处理它 分解真的是蛮有趣的 那事实上在塑胶在环境中 还是已经被发现了 有一些微小的细菌啊 或者是 其实主要是细菌啊 会分解 不然大部分主要是靠紫外光 去把它照射 做不停的分子链的断裂的分解 但是只能说 塑胶在地球上出现的时间太小 还没有动物懂得如何 去消化塑胶的养分 所以目前上都是 没有动物要去利用它的 吃掉它利用它的营养 所以分解非常的缓慢 是 这句话非常有哲理 所以人类可能真正创造的问题就是 我们走得太快了 以至于整个世界 整个环境生态 或者其他各种各样的生物 并没有适应我们人类的脚步 所以我们人类应该怎么样 自己来管理自己呢 可能是最重要的问题 那这个问题的解决的方法 我们就下一节请我们的 胡介生胡专员为我们说明了 我们下期再见